南韩科技巨头三星电子 30号公布第三季财报 尽管营收及营业利润高出市场预期 但半导体业务的盈利却大幅下滑 三星9月当季的初步营业利润 约为9.1万亿韩元 远低于分析师预呼的10.3万亿韩元 这一结果不仅加剧了市场 对三星电子未来发展的担忧 更导致其股价大幅下滑 三星电子原本渴望利用AI人工智慧获利 但近几个月以来 市值却急剧下滑 特别是自7月以来 股价下跌了32% 市值损失约台币3.9兆 但为什么三星市值会一席蒸发呢 外媒报道三星在以人工智慧为中心的 记忆体技术方面严重失误 延迟交付最新高频宽记忆体HBM晶片 让竞争对手抢占优势 除了人工智慧记忆体落后之外 三星在半导体代工业务中持续的困境 进一步加剧重重挑战 国际基金管理公司也对三星电子的前景 持悲观态度 自7月底以来 海外投资者已经卖出了价值约107亿美元的 三星电子股票 目前三星电子要面临多重挑战 包含海外股东抛售持股 也反映出投资者将重心转向其他 同为半导体的竞争对手 达尼新闻 临时期报道